哈嘍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诶 撞完了人工生命体这个类别之后 这一次又要来撞特殊知识这个类别啦 嘛 所谓的撞就是去撞大运啦 哈哈哈哈 OK 队伍就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啦 直接出发去撞一撞 嘛 反正就是 撞的头破血流 或者就是顺利通关 二选一 诶 就是这个样子 哈哈 嗯 金牛特战队撞一边就摆着吧 照旧 这一次的话我是没有带素鼠的那个队长出来啦 主要是把他带出来的话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毕竟 哈 吃到170%队长技的情况下 然后我又 没有开路 诶 诶 这个是最大的死的点 哈哈 我没有开路啦 OK 这边的话 这两位来回普助就120%了 等下再配上提鼠的 哇 那个就普助满满 这边绝对是会打得过去啦 只不过最低的期望值就是让一号 你不要打死他 但是特攻的情况下 这一发下去900万有吧 1000万 呵呵 你只敲到一下啊 歹楼 通扩啊 这种东西 OK 这边的话 我对二号的期望值就是 瞬间解决这一个关卡 我10万 好痛 394万 那就没办法啦 如果我刚才二号啦 是在这一个顺位 其实会比较好一点 一号跟二号的那个顺位 对调 这样子的话就完美 可惜啦 因为在全属性格斗的情况下 一号其实蛮硬的 讲真的啦 一号是蛮硬的 不过这边就抹滑啦 OK 乌廷克斯 等下乌廷克斯再多一次登场的时候 就可以 多10克斯啦 OKOK 这样子的话 诶 好像也OK耶 这个顺位 也不至于太差 等下 等下 Special pose的 那一个会再次登场嘛 不过这边要留谁比较好叻 24万 我看留这一个 这样子留法好了 嗯 这样子留法 因为这一张的那个防御力 会比较高一些 对比起这一张 OK OK 就行きます 有 等下看第四回合啦 二号可以不可以把 赛鲁打到爆 连击必杀 连击必杀 再连必杀 哦 那个就素晴 好这边的话就处手一些些 我们连纳斯 诶 为什么你不回避 诶 为什么你不回避 诶 为什么你不回避 哇 要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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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回补助 60 60 诶 60 59 再加30 几乎就要到 150吧 149 诶 诶 159 对对对对 159 149 抱歉 突然间混乱了 超高备力的补助 你补助我啊 我补助你这个样子 好 诶 这样子的话就相当漂亮的状态来到了这个回合啦 好 诶 这边是无天克什啦 这边是无天克什啦 完全没有机会变到超散了 诶 这么个摆法 这样子的话就蛮连接的 二号 狐血器都可以连上来 诶 大家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素质是这个样子 那麼就,一顆仙斗 行きます 豆芽 嗨,硬扛,沒問題,全屬性感動 sumarashi,693萬 可以可以,漂亮數字 哦,彙星,nice 可是,後面就,威 豆芽,豆芽 彩星大佬,彙星一擊 沒有 二連發,彩星大佬,再次彙星一擊 tokan,tokan,tokan 又是沒有彙星 再來連擊 有啥,一千 一千萬兩千 一千二十二萬 一個勒 哦,該來了吧,彙星 哇,第五下,哦,哦,竟然連到五下 水啦 好啦,一個勒 彙星一擊 歐雷蓋 哦齁 丁麗啊,成功 有沒有搞錯啊 阿丁 必杀借我开歧一边 诶你开完必杀的物体客室? 你开玩必杀的物体客家 我都没有这么假啊 哈哈 再继续努力 OK 再次来到第三阶段Cerumix 的面前啦 那现在1号跟2号的状态 都是还没叠满 metros 所以Cerumix 先攻 перв一下 不能有 那一个必杀啦 不然会很受伤 不过整体的顺位其实还蛮棒的啦 因为第三号位的物田克斯 完全没有被受到打击 然后整体的队伍上面 我有比起之前的 有做了一点点的更动 就是把支属的机牛 换成力属的利克姆古鲁斗 因为前属性防疫载的关系 比较能扛得住必杀 OK在这边的话 我的一号是叠满被动之后 算起来是比较硬的 而且因为在四回合内 他的那个全属性格斗还在 所以完全Mundainas 18万的伤害 这个超帅有没有 会心一击 然后92号的表现啦 这边二号的话 真的是很指望他的会心给打出来啦 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我发的那一部 超神的五连毕战没有 结果一下毕战 一下会心都没有出来 不过这一次的二号表现的还蛮不错 已经三连毕战了 第四发毕杀1000万的输出 什么啦 这边真的是很幸运啦 他的这个火力带出来 又是一个会心一击 有会心出来的输出啦 真的是超乎想象的伤害啦 直接都是千万千万神的 很恐怖 来二号第三发毕杀又是会心 这边的话 虽然没有五连毕杀 但是五下的触手 通通都有会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运气好 然后我的乌天克斯 其实对 乌天克斯这边全部可以会心的话 可能就可以单回合秒掉啦 不过乌天克斯这边的话是 都只有那个普通的输出没有灰心炸出来 不过这边就让我看到胜利的希望啦 可是来到这一个段落啦 真的是会让人很犹豫 到底要相信 高切力的回避还是全属性guard 因为利克姆跟Gurdo他的全属性guard 也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无伤的扛下那个必杀的 所以在这边思考的非常非常的久啦 所以最后啦 我还是选择让全属性防御去扛啦 因为毕竟一定扛得住 应该说一定有一定的机会扛得住 因为这边我已经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叠满 毕竟叠满的话他是扛得住 可是这边真的是幸运啦 没有没有没有死 所以 利克姆 Gurdo Toya 嘴炮攻击不死 然后连了一个普攻 会心一击 哇那个真的是 我当下真的是兴奋到爆 因为这一次同样也是后视这个影片啦 我在打着一个特殊姿势类别啦 嗯 我已经死了不下上百次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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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卡在这边里面 一直死一直死 哈哈 真的是死到我自己都不确定到底死了多少次啦 至少上百次啦 尽管被踢出去 尽管被踢出去 有时候尽管顺位不美 还是要出去 一直要调顺位 嗯我觉得最理想的顺位就是 二号未出登场 然后一号在第二顺位登场 然后二号打了一轮 就是触手一次 然后来到第二回合 一号被打勾五下 那个是最好 最理想的状态 如果没有的话 至少要被打到三下 好 然后在这个段落就大量的扣第二阶段赛鲁的血量 进入第三回合靠鸡牛特战队啦 把那个第二阶段的赛鲁解决掉 一定要在当回合解决掉 带着那个我们的一号二号都带着被动 进入第四回合 然后这个回合就非常的关键了 大家刚才也是看得到 有被动还在 那个四回合被动还在的一号啦 是可以硬扛我们Cellumax的必杀的 18万 这个是跌满的情况下18万 如果没有跌满的话 会被扣个30出万 这个真的是要蛮注意的 总之就是 硬气啦 真的是要硬气啦 顺位要好 必杀要打到对的人身上 哈哈 不能乱敲 总之终于就把最难搞的两个 类别任务给通关啦 那么我剩下的就是 无道际任务 想来无道际任务 应该没有这一个 类别任务来的难啦 再努力一下 把所有任务给通关 然后还在努力的朋友们 就祝大家能够 撞上硬气 好好的通关 嗨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AMATANI